印度總理莫迪所屬的印度人民黨領導的NDA執政聯盟贏得了294個國會議席 超過所需要的272個議席 德國萬海武士一名極右翼德國另類選擇黨的政界人物受到襲擊 警方說疑空可能患有精神病 並沒有證據顯示疑空知道受害人的政治立場 南非東岸暴雨和狂風引發的洪水已經造成最少22人死亡 居民和官員正在檢查損失程度 美國處布魯特大使館入口附近發生槍擊後 大使館說工作人員和設施安全在事件中 黎巴亂軍隊還擊打傷一名敘利亞槍手 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三抵達法國 他將出席浪漫帝登陸80週年紀念活動